那么这节课啊 我们继续递之的关系 很多人学到这儿啊 就学不下去了 说这么多派系 那每个说法都不一样 我信谁呢 我们把这个原理搞清楚 就没那么复杂 这节课揭晓 上节课说了六汉 也就六川 指的是 另外一个字 跟其中的六核 两个字 之一 产生了六冲的关系 那么这个就 就防害了 那至于说 防害了谁受伤呢 那一定受伤的是六核 的这个五行 低脂藏干 跟所化之气 不管它是同性的 还是异性的 是克 还是生 都是有防害 就这么简单 你可以自己 不服自己去推 那么我们说六破 这个六破呀 有人说有的不是六破 啊 啊 说这个什么子嗣也破 神仇也破 真的有这么说的 甚至有这种败 那怎么办呢 我们看看 我们看看这个六破是什么 这个银亥 相破 你说它不是相合 它是合 是合它就不会破 是破就不会合 所以这两个 一定是没有关系的 那跟六破没关系 那这个银亥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看 这有一个三核火局 前面说了 这个有冲 有害 你凡是跟六核 有矛盾的 就有一个像 就要冲啊 就害 那这个六核 解释不了了 怎么办呢 我们找找三核 问题 就出来了 那么银武区三核火 这是一个三角形 稳定的局 那么当害出现的时候 这个银的力量就被牵扯了 你说银亥还合木啊 但是它合的是 一个木气 一个真气 你可以说假木也可以乙木 但是它真正的木 它是这个 都有的 你说这个气 合化 文洋 就算你真的是完全合了假木 那么银 它是地质藏干夹被窝 你不管哪个派系的藏 它都有别的 它不光是木啊 你这个目光旺了 那其他弱了 那这也不是银旺了 总之啊 说到了牵扯 那么它就破了 破了这个三核局了 三核局是什么呢 这个破 不是破的六核 那么三核 就指的是 一个合作关系 或者说整个一个家庭 但不是两个人的感情 不仅仅是 也可以说破财啊 破婚啊 一个事情怎么破了 甚至你鞋子破了 这个稳定的三脚型被你破了 那我们再说 这个银害破 然后呢 这个某虚核 也破了这个局 那你说某虚核 好像这样说的很少 如果 如果 你按这个道理来说 那个 丑游也破 很明显 哪个派都没有这个 那就不对了 那 所以 这个某虚核 你会发现啊 就是 银身似汉 这叫似一马 似长 这个似中似正 这些之间 它会产生关系 土跟土 就是 画出来 一个 很漂亮的 这个形状 对完全对称 那么 以后我们还要不对称呢 以后再说 其实哪个字之间都互相有影响 但是小的我们忽略不计 只是它凸显出 不许